Hello,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折纸作品是波纹花球 它是 设计的名叫Waves的花球作品 我是用无印良品的纸来折的 这个作品非常简单 所以对于纸质和折纸技巧没有太高的要求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一款花球需要30张边长为1比3的纸 也就是说需要10张正方形纸 那么我就用5个颜色的纸 每个颜色2张来折 上一次折酒杯玫瑰做5等分的时候 我们偷懒了用了笔记本来找出5等分的点 那么这次我们就正经的徒手来折出一个3等分 首先边对边对折 不要全都压下去 直取左边的一个点 之后呢 从这一个点到这个角 这样子往上折 也是不要全压 直取大概这一小段 之后呢 做这一条对角线 也是不要全压 也是不要全压 直取和刚刚的这个焦点这里 差不多就是这一小段 之后再打开 那么这个焦点 就是整张纸的一个三等分点 之后呢 再沿着这一个焦点把三等分线给做出来 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标准的三等分 之后把这三条给裁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1比3的长方形纸之后就可以开始折一个单位了 一开始的步骤呢 是需要这样子折出一个三等分 那么可以借助刚刚的这一个三等分点来折 也可以徒手折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拿出另外一条一样的1比3的纸 这样子 把它给放上去 那么这一条就是一个三等分线 之后呢沿着这个纸的边缘 把这里的三等分线给做出来 底下的这一半也折上去 这样子得到了两条三等分线之后呢 再折出另外三条六等分线 要折成这样子 那么之后呢 这个紫色的一面朝上 底下白色的放在底下 这样子 第一层纸层的右边这一小半 往上折一个45度的等药直角三角形 然后把第一层往上翻 底下的这些纸层一起往上折 也是折一个45度的等药直角三角形 之后呢 第一层纸层再盖下来 然后翻到反面 所有的纸层一起往上折一个等药直角三角形 之后呢打开 只剩下第一层纸层放在上面 这里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口袋 剩下的纸层全都塞到这一个口袋里 这样呢 底下就是一个自锁结构 所有的都固定好了 那么 这上面 有三条这样子长条状的纸层 这个两个手指这样子把它给捏一下 捏开 然后呢 把左右两边的这两个纸层弄成圆弧状 那么中间的纸层就会自然的形成这样子的一个S型 也就是Sine函数的一个图像的样子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单位的折法 剩余的29个单位都是做同样的处理 就会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子30个单位终于折好了 虽然现在摆得很乱 但是呢 这确实是30个单位 那么现在就要开始组装了 拿出其中两个单位 这一小半白色的 插到这个 这里这个口袋里面 这样子 然后呢 这里组装的时候呢 上面这个一个点是需要贴紧的 但是呢底下是需要分开一点点 其实这一步不怎么重要啦 到之后反正是可以调整的 那么之后 都是一样 总共这个花球是要做成一个20面皮 那么 每一个顶点呢 是需要由5个单位组成的 就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这样的5个单位 给组装起来 这样子呢 就是怎样把5个单位给组装起来 那么之后呢 再拿出一个单位 需要把它这样子 拼装在这里 那么 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这一块白色的 塞到这个口袋里面 那么这两个顶点 都是分别需要由5个单位组成 之后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 把剩下的单位全都给组装起来 每个单位的钱 都是散发和有关 在这一块白色的 这种资格 能够在�네 就是 吃饷了 是 如果 你能够调整的 这种资格 是 还有 这种资格 本位 在故障的 中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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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单位都组装起来之后呢可以整理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呢这个花球就做好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